财经消息 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四召开会议 结果产油国谈判破裂 宣布正式不会减产封顶 不过国际油价并没有因此败退 反而扬升到七个月新高点 凸显油盟影响逐渐示威 尽管沙地阿拉伯和海湾国家 推动减产台价 拯救产油国经济之余 也借此提高油盟控制市场的影响力 但是一轮谈判下来 为了确保油市稳定 油盟决定维持现状 尽管油盟不减产 一度影响油市 但是在美国原油产量和库存 双双减少的消息传开之后 立刻产生缓冲效应 国际油价甚至硬生上涨 七个月来第一次占上 每桶50美元的高点 亚洲今早开盘后 布伦特国际原油价格 每桶50.11美元 美国轻油也未升到 49.17美元的价位 给你帮助